高雄凤山区中山东路192项凤东路口今下午近5时传出路口号制灯被撞到警方或报到场时肇事者已经离开现场 幸好没有波及路人不过整只路口号制横躺路面已经占用一个车道 仅赶紧转报相关单位抢修同时调阅路口监视器查出小货车涉案不排除驾驶酒驾 凤山警分局成功所表示小货车当时行京中山东路192项欲左转凤东路不知何故一次失控直接撞上对向路口号制灯杆 也有可能勾到电线扯断号制但小货车驾驶竟没停下查看驾车逃走 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查出小货车车牌初步得知车主非高雄人 宪政通知导案说明将深入离亲事发原因 当地黎明透露该路口号制灯已第三度被撞 这次真的被撞断 怀疑设置位置是否不当 警方转报赶紧维收号制灯 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 高雄中山东路192项凤东路口今下午传字撞车祸 路口号制灯惨被撞断 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 号制灯倒的站一个车道 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 路口号制灯被撞倒躺地 记者林伯华反射分享